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对我的差距不死模型 要进行一个基础模型吧 参数咱刚才说了一堆 那你说这么多个参数啊 咱们是一起调还是分开调啊 一般情况下很少的时候 我们是说一起去调 为什么 因为这个数据量一旦比较大的时候 你要去迭代啊 它的一个速度相对来说都比较慢啊 那你想比如说你有五个参数要调 每个参数你再写五个候选结果 那一共就是可能的种类有多少种啊 五的五次方吧 非常大的一个数啊 那你说模型运行个一次 需要多一些时间 运行的五的五次方这么多次数啊 那需要多少时间啊 这个时间太长了吧 所以说在我们调参的时候啊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调好了一些 然后固定的一些 再调定一些 基本上如果说数据比较小 你可以整解去调 但是如果说数据比较大 我们就可以一个或者是两个两个去调 这样咱们的一个效率啊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啊 是这样一个意思 首先呢 咱们第一步啊 还是要先去把我的一个基础模型拿过来 因为我要调参啊 肯定要有个对比指标吧 先啊随便暂时按照一个经验值 选一个啊 咱们认为可适的一个参数出来 然后呢 按照这样的一个参数啊 咱们得出来当前的一个结果 看一看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在做这个的时候啊 我们也是基于这个东西去做 就是交叉印证嘛 只不过说这个XG Boost和SK Learn当中的交叉印证啊 它的一个用法有一点点区别啊 基本上来说啊都是差不多的 你也可以用那个SK Learn去做啊 但是这个XG Boost当中啊 已经给你集成好了 就是XG Boost的点CV一下 相当于啊 也是做了一个交叉印证 然后得到了一个结果 那咱们来看一下吧 就是一开始啊 我随便的选了一组参数 对于咱们当前这个任务啊 反正特征蛮多呢 随便选数据量也蛮大的 随便先选一组参数啊 看一看当前的一个效果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呢 这里啊就是 其他参数啊 你看这是我的一个参数 我写成了一个字典的形式 然后呢 这是我的Dtune Dtune啊 大家没忘吧 就是我们一开始啊 把我的X和Y 做成了一个Dtune的格式 Dmetrics 所以说啊 这里我们直接把它传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呢 就是啊 你要建立多少个数 你的交叉印证是做几折的 然后随便种子是有多少 评估的一个策略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基本的一个执行的方法 然后这里呢 咱们来看吧 就是我打印出来的一个结果值 打印出来当前的一个结果值啊 就是得到了一开始的一个结果 交叉印证的结果是1218 为什么是一个这么大的数啊 因为一开始评估的时候啊 我也说了就是 咱们让这个差异啊 比较大 这样呢 方便啊 咱们自己进行一个对比 对比起来啊 它就是比较容易的 那这样呢 我们就得到第一个基准的结果啊 有一个1218 然后呢 画一下图吧 看一下 当前啊 因为我是 因为在当前 在当前过程当中 我看一下 就是迭代过程当中 我的一个训练数据啊 它的一个效果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这里啊 就看了一下 哎呀 随着我的一个迭代进行 然后呢 这个损失值啊 它是在1.2下降 看起来啊 是有这样一个 均均饱和的一个过程 感觉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然后呢 咱们再来看吧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模型 第一个模型当中啊 看起来没有发声音过你盒吧 然后呢 我们是用了50个数模型 那这点啊 咱们要来对比的第一点 就是说 嗯 在这个XGPS当中啊 是不是我的数模型的个数 也是我要调节的一个参数啊 50个数 咱得到了一个1218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100个数会不会好一些啊 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里呢 保持啊 其他的一个值都是不变的 然后呢 咱们来看啊 我就单单的 把我的一个数的个数啊 调成了一个100 这样咱们得到的结果怎么样 1171吧 然后时间可能比刚才慢了一些 刚才的时间啊 大概是一个 1分钟06秒 1219 现在呢 1分钟057秒 1171 这样啊 咱们就得到了第二个模型 在第二个模型当中啊 我们就对比了一点 数目模型的个数 会不会对最终的结果啊 产生一个影响 咱们看原来1218 现在是1171 比之前啊 效果要好一些吧 这个啊 就是得到第一个结论 数目的个数啊 应该是偏多一些的 嗯 偏多 但是不是意味着绝对多 1000个 1万个 没准啊 跟那个100个200个 差的太多 所以说啊 基本上100个200个 已经能够达到一个 超过效果了 咱们数啊 是偏多一些 但是也不能啊 无限制加进去 无限制加进去之后啊 就是叠下速度慢 而且呢 过你个风险 也是比较大一些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吧 这就是我当前的一个结果 在我当前的一个结果当中啊 咱们来看左边这个图啊 左边这个图就是 我说有迭代100次嘛 不是迭代100次 就是制作100个数嘛 在100数当中啊 我的trade loss和test loss来说 嗯 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吧 基本上也是一个 嗯 就是趋宝和的趋势 然后呢 trade和test啊 基本上叠加在一起了 叠加在一起啊 我们是不是说 如果说test的效果 能跟trade的效果保持一致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一个结果来说 嗯 就没有发生 这样一个过你和的现象吧 这个啊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 当前的一个结果的标准 然后呢 咱们再来看 对于右边这个来说啊 如果说 对于60个数来说 哎 这是前面100个数 100个数我们看出来 没有过你和 但是咱们来关注一点啊 就是你坐标轴的 一个曲直范围 X轴啊 是我的一个 一棵一棵树 从第零棵 到第这么100棵 我的一个Y轴是什么啊 Y轴是从1000到3500 相对来说啊 这个Y轴 它的曲直范围 是比较大的 那对于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曲直范围啊 有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影响效果啊 主要啊 可能会影响 这样一个事 就是你这个Y值 曲直范围越大 它会使得啊 你这个结果 差异性 看起来就没有 那么直接吧 你看最后的尾巴 这块 我感觉好像两个线 交在一起了 但是又有一些分叉吧 但是Y轴啊 由于它曲直范围太大了 咱这些小的浮动啊 很难看出来 所以说呢 当咱们再去衡量一个结果的时候啊 我们得想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 哎 我是从0开始 一直到100 还是说从0到8 到100 我整体看一下 80到100 或者说最终啊 后几次 我再到100 再来看一下 那这里啊 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 接近于这个40 这个位置的时候啊 看起来已经是 接近一个饱和了 那接下来啊 就是我能不能 再在40开始 再画一遍啊 也是可以的吧 这个就是我右边这个图 在右边这个图当中啊 我就是画了 后60次的一个迭代的一个效果 那从咱们当前的一个结果 也看出来了 嗯 100次起看 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我单看这么后60次的时候啊 是不是有些问题出来了 有什么 有那么一丁丁过你盒吧 你看这是绿色的什么 绿色的是我test的 然后这个蓝色是我唇的 就是我的一个测试的效果 可以说是没有训练效果好吧 这也是个正常现象 但是这个差异啊 基本上来说 嗯 不是那么特别大 所以说啊 我们说 现在啊 是有那么一丁丁过你盒 但是呢 它现在影响 看起来没有那么大 这也是啊 咱们的一个正常现象 然后呢 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结果吧 在我新的结果当中啊 我的一个值 等于1171 比原来的1218又好了吧 这就是说我们先看看什么 数的一个个数对结果的影响 那一会儿呢 一会儿啊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 其他的参数对有结果还会有影响 我们就需要一个一个来去调解 其他参数了